好 在疫情前很多人都去过西班牙 都知道巴塞隆纳的圣家堂 盖了一个世纪都没有盖好 不过在加泰隆尼亚出现了一个Q版的小圣家堂 建筑师也是高地的徒弟 因此吸引了将近三万名的观光客 提到教堂让我们来看的是天主教廷范蒂刚 他举行一项关乎未来走向的书籍主教会议 而现任教宗方济各一口气任命了20个新的书籍主教 其中好几位是属于相当相当的开明派 引发了保守派的反弹 西班牙酒香之一加泰隆尼亚南部 蒙特费里葡萄园间出现新的观光景点 去年吸引超过两万五千名游客带来观光收益 高耸尖塔与彩色花窗 让人想到从在西班牙盖了一世纪尚未完工的巴塞隆纳圣家堂 我们有一个美丽 可以变成了巴塞隆纳的家庭 小板圣家堂的建筑师是当地人 西班牙建筑大师高地的弟子 巧的是小教堂同样无法一次完工 1925年起造不久就遇上西班牙内战 一度遭到破坏仪器 一甲子后在80年代才重新复工 1999年完工 许多宗教都常见信徒们为表达前进 捐献起造教堂或寺庙 意大利中部城市拉奎拉 大教堂毁于2009年地震 8月28日重建完成来了一位贵客 教宗方济各现身 依然因牺牲坐在轮椅上 上个月教宗方济各在访问中 曾明说自己年事已高体力有限 如今来到拉奎拉主持宽树节仪式 8月27日还去探望荣修教宗本堵十六市 引发外界一连串联想 因为924年创立宽树节的教宗圣雷定五市 与本堵十六市是近800年来 仅有的两位在任内主动退位的天主教教宗 如今教宗方济各是否可能提早退位呢 教宗指的是俄国知名 力挺侵略乌克兰行动的极端理论家女儿 达利亚杜金 她在不久前莫斯科一场汽车炸弹攻击中丧命 乌克兰驻范蒂冈大使推文 名言对教宗失望 驻范蒂冈使节公开批评教宗也相当罕见 不过教宗方济各2013年上任以来 并不害怕引起争议 2015年范蒂冈承认巴勒斯坦为国家 引发以色列抗议 2018年方济各承认 亲中国官方的爱国教会任命的八名主教 被批抛弃中心的地下教会教徒 2020年教宗方济各关于同性伴侣组成家庭的表态 不赞成同婚但赞成民事结合 更引发教会内保守派猛烈抨击 上任9年多 教宗方济各经常打破旧规 八月底范蒂冈书记主教团在罗马的会议 他又有不少创举 才48岁 意大利异神父马瑞果被认命为史上最年轻书记主教 他的教区蒙古乌兰巴托仅有1500名信徒 书记主教堪称教宗在世界各地最高阶的顾问 8月27日教宗方济各任命了20位新书记主教 这些俗称红衣主教的神父们 只要年龄80岁以下就有权参加教宗密选会议 投票选举新教宗甚至获选为教宗 目前132位书记中83位游方济各任命 6位是亚洲人 还有不少开名派 跳过许多保守派主教 美国圣地亚哥大主教迈克艾罗瑞也被升为书记 他欢迎同志信徒 也支持挺堕胎权的天主教徒仍可领圣体 外界认为教宗方济各依然无惧保守势力 正广纳多元意见进入书记主教团 8月29与30日举行的书记主教闭门会议 被看成是未来选出新教宗的彩排 受到各界关注TVBS新闻综合报道